10月10日 洛杉矶当代书画艺术作品联展 在El Monte市举行 本次联展由美国当代艺术研究会 美国阳光教育学院 金鼎基金艺术联盟 美国国家电视台共同主办 参展画家有洛杉矶书画艺术家 王敏 庄黎伟 冰仁 彭南林 素毅 赵凯 加州精英艺术学校 阳光教育学院的学生作品 也参加了本次书画艺术连展 洛杉矶著名主持人周正和林坤荣 联媒主持了画展开幕式 主要是把洛杉矶这些绘画的 和绘画的爱好者带动起来 我们大家全生活至于为艺术 创造一点美好 加州参议员Dr.Ed Hernandez 向主办方和参展艺术家 颁发荣誉证书 盛盖博士事议员廖清禾 到场祝贺并颁发荣誉证书 给主办方 洛杉矶书画样号者 洛杉矶华人社团领袖 阳光教育学院 加州精英艺术学校的学生 一百多人参加了展览开幕式 本次书画艺术连展的 支持赞助单位和个人 包括美国东北总商会 常务副会长王长盛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裴永明 美国华人专家会会长 王希盟博士 美中妇女会主席程正晴 Dreamcatch International Inc. 总裁Mary Chan E集团总裁Peter Lin 美中科学教育基金会 陈大凯 仁义文化推广会会长孟祥凯 Pasadena Meditation 陈立英导师 USNR地产经济达人莉莉莉 地产达人Doris U 美国第一银行Joyce Lin 爱德华集团等 我是Mary Chan 是Dreamcatch International Inc. 这家公司的创办人 我们十几年以来 服务的宗旨就是定制服务 所谓的定制服务 就是旅游 私人线路 游学 各种各样的展会的 一些特殊的定制服务 非常荣幸可以 作为这次画展的赞助商 然后希望这次会展 圆满成功 书画艺术家庄理伟 王敏彭南林 当场挥毫 破墨作画书法 并将现场创作的作品 郑宋嘉宾 参展艺术家 王敏 冰仁 彭南林 分别上台介绍了 自己的作品和创作历程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